大家好,香港民阵的召集人参子杰在集会前遇袭 从现场的照片来看,现场非常的惨烈 他躺在一大滩血当中,下半身还在车轮底下 这个场景非常的恐怖 那么他的朋友还有民阵的其他人 如果不及时赶来,他有可能被打死或者被车压死 给网友这么一种暗示 不过很多细心的网友发现了问题 这里的问题很多 那么根据民阵的描述 现场有十几个人,非华裔,可能是东南亚裔 蒙着面,手持,锤子,砍刀等对他进行了十几秒的袭击 那么首先蒙着面,他怎么知道是非华裔呢 这个就非常的搞笑 而且手持着,砍刀,锤子,那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袭击 那他得遍体鳞伤吧 不过医生很快就证实了,他的脑与骨都没有什么大碍 也就是说他遭到了这么严重的袭击 没有伤筋动骨,这个脑袋也没有受到伤害 就是一点点的皮外伤 非常的搞笑 所以我看脸书上有一位细心的网友 那么以讽刺的角度写了一篇文章 我大概读一下这篇文章 他主要就是说这些袭击人员的,以袭击人员的身份的推测来讽刺这个事情 第一啊,他说这个袭击人员非常的专业 只打了十几秒,多一秒也不行 那么第二点啊,就说这个袭击人员非常的善良 他们手持着锤子砍刀 这都是非常严重的凶器啊 随便一个打你身上 你都是要伤筋动骨的 结果这个村子杰既不伤筋也不动骨 身上也没有明显的伤痕 就说明啊,这帮袭击者非常的善良 第三呢,说这帮袭击者非常的守秩序 那么通常啊,被围殴 他是一通乱打的 不管你身上哪个部位,对吧 给你一通乱打 但是,村子杰的伤口啊 就那么一两个 而且都是非常浅的皮外伤 这就说明这些袭击者 是有秩序的,排着队的 专门朝他那一两点去打 而且啊,不敢下狠手 是轻轻的去打的 那么第四点啊 就是说这个袭击者善解人意 根据他的分析和照片 村子杰的裸露的皮肤 譬如胳膊上是比较黑的 说明他经常旅游啊 或者是在香港的太阳底下吧 把皮肤晒黑了 但是他的脸却一点也不黑 说明他是一个非常爱美的人士 一个爱美的男士 这个脸啊,经常要涂防晒霜的 所以呢,袭击人士 体调他的爱美之心啊 只在他身上打了几个小伤 却没有在他脸上打出任何的伤痕 非常体调他的爱美之心 说明他是一个善解人意的袭击者 不对,是十几个善解人意的袭击者 那么第五点啊 就是说这个袭击者一定是 村子杰认识的人 一般呢,遭到了这种莫名其妙的袭击 你肯定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恐惧 表情啊,一定非常的恐怖 但是啊,现场的照片 这个村子杰面无表情 既不高兴,也不害怕 对吧,那就说明这是认识他的人啊 可能是跟他开个玩笑吧 否则的话,他不会是这种的表情 那么第六,就是说袭击者非常的瘦弱 否则又是锤子,又是砍刀 打在他身上 不能是这么小小的皮外伤啊 那么就是说这个袭击者非常的瘦弱啊 那民阵呢,现在要求警方抓人啊 所以写这篇文章的说呀 我给你分析六点 缩小了范围啊 警方去抓吧 那么袭击者一定是一群专业的 善良的 守秩序的 善解人意的 南亚的小朋友啊 快点去抓吧 那这篇文章是一封嘲讽的文章啊 在脸书上得到了很多的转载 我是别人截图给我看到的啊 那么这也大概就说明了 这场袭击啊 是非常的荒唐的 那么参子杰到了医院之后啊 也和对吧 他的支持者和这个网友互动 从照片上看啊 就在头上贴了一个小小的白纱布 浑身上下呀 也没有打任何的纱布 对吧 就说明他完全没有事情啊 也印证了医生的说法 也证明了 这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戏啊 香港这四个月以来吧 这种戏啊 已经是非常的多了 这个非常的搞笑 这里简单说一下民阵啊 我之前有一个误解 以为这个香港的民阵啊 是八九六四之后 那么海外民运成立的 这个遍布世界各地的那个民阵啊 就是盛雪担任主席的 那个民阵的一个分支啊 但事实上不是啊 香港的民阵 是在香港的一个独立的组织 但是呢 这四个多月吧 游行也好 暴力活动也好 主要就是民阵组织的 可是这个民阵这帮人啊 戏很多 光是这个参子杰 对吧 在之前啊 也遭遇过一次袭击 那么其实那一次袭击啊 也都说是他自导自演的 这一次袭击啊 破绽很多漏洞很大啊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不过还是那个问题啊 对吧 信的信 不信的就不信啊 在一个很多人就有立场了 他不想去探求真相 哪怕他明知道什么是真相 他也选择不相信 就是按照他的立场 去表述这个真相啊 至于什么是真相啊 就完全不在意了 我看这个陈秋实啊 在油管 也看了一个频道啊 也说啊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立场 不去挖掘真相 这个话倒是没问题啊 但是他给你了百般的暗示啊 暗示的就是什么 国内大陆的媒体啊 在洗脑 在按照立场走 对吧 他却不去批评这帮香港的抗议者 示威者 也完全是站在自己的立场 被蒙蔽了双眼 而且大陆翻墙出来的人太多了 事情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呀 我们也知道 全程的直播呀 我们也能看到啊 已经忽悠不了人了 并不像以前啊 另有信息不对称 对吧 像国内灌输这个海外的天堂 但是其实现在翻墙出来的这么多 大家什么都能看到啊 搞这套东西啊 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人叫陈书庄啊 他是香港立法会的一个 是议员还是立法委员的啊 不知道香港怎么叫 那么他也是民主派的啊 一名议员 那么他在战中的时候啊 就因为煽动上街啊 煽动各种活动 被法院判了 防扰罪 但是啊 他当时呢 向法官提交了一个证明啊 说他有脑瘤 希望法官能够给他清判吧 所以法官判他监禁八个月 缓刑两年 可是啊 在昨天的立法会上呢 这个人呢 上蹿下跳 中气十足啊 生龙活虎 剑步如飞啊 阻挠立法院开会啊 香港叫立法会 不是立法院啊 受台湾的影响太大了 那么阻挠立法会开会啊 攻击建制派对吧 阻挠林郑月娥 发布施政报告的时候吧 没看出他有一点病的样子 脑瘤是个大病啊 对吧 即便术后恢复 短时间也恢复不了啊 即便恢复了 也不会和以前健康一样 可是这个陈书庄未免恢复的太好了 我很好奇啊 他是在哪家医院看的病啊 我也想看看他这个脑瘤这个手术的这个对吧 这个手术的疤痕在哪里啊 看看他这个疤痕呢 是在哪里恢复的 恢复的这么快 几乎就看不到了吧 当然有人会反驳脑瘤不一定手术啊 那不一定手术的话 他之前的求情就是假的啊 像法官的求情就是假的 对吧 并不是说你得了个病 求情就能够缓刑 能够轻判 而是你这个病确实要严重了 那么如果啊 他是一个丝毫不影响他大闹力法会 丝毫不影响他生活 丝毫不影响他生龙活虎 剑步如飞的这么一个脑瘤 那这种脑瘤说实话 我也没见过 那么不管剑不见过吧 要是这么一种影响非常小的病 几乎不影响你日常生活 不但不影响 还让你生龙活虎的这么一种病啊 他肯定达不到可以缓刑 可以轻判的程度啊 也就是说那这些人 尝试其撒谎啊 自导自演啊 忽悠了很多不明真相的 你说是学生也好 或者是群众也好吧 那么只能说这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或者是学生吧 还是缺乏一些思考啊 或者说吧 只给他们展现 被攻击的 然后跨大渲染 那么包括这个村子杰啊 回到视频开头 为什么搞了那么一张照片啊 又是锤子 又是砍刀的 就是要渲染他遇袭的恐怖 那么他也不说是 谁袭击的他 然后给你百般暗示 然后呢通过这种暗示 给人传达一种 背后袭击他的这股势力 非常的邪恶 对吧 要治人于死地啊 可是对吧 袭击的他两次 我也没看到 要治他于死地啊 反正我每次袭击之后啊 他都健康 无恙啊 就像这个陈淑庄一样啊 都是一点也没有事情的 那么这本身就是撒谎啊 还在医院对吧 和他的支持者们交流啊 还和他们的支持者报平安的 他的支持者这个脑子呀 要么就是装傻 要么就是这个脑子呀 真的要去治一治啊 不过这个林郑月娥也挺有趣啊 我觉得挺有趣 对吧 你这个陈淑庄等这个泛民的议员啊 阻挠他发布施政报告 他就来一个直播的形式 对吧 你不让我发 我也得发啊 我不到现场发 我直播给你们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 嗯 其实啊 关于林郑的非议是很多的啊 我认为有一定的问题 但总的来说 我觉得嗯 是没有问题的啊 虽然包括在内地吧 微博上吧 很支持何君尧啊 对林郑 也有一些非议吧 认为他比较软弱呀 不适合等等 但事实上啊 是你没做到那个位置上 那么作为特首的话 还是要平衡各方面的啊 那么你包括何君尧 作为议员的话 嗯 他其实只要满足他的支持者 就可以了啊 比如他是 呃 这个元朗那一代的 对吗 那一代的人民啊 啊 是什么思想 支持他怎么做 就够了 因为他不需要考虑其他的啊 但是作为一个特首嘛 作为香港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啊 他肯定要各个方面都要考虑的 其实包括反对派也要考虑的 那你不可能 呃 特别明显和强硬的站在一边啊 虽然这个话很多人不爱听 但事实上也是那样 更何况港府内部也不是铁管一派 对吧 建制派内部 也未必都是支持他的 这个事情其实说起来呀 挺复杂的啊 呃 那么作为这个特首啊 他还是要平衡各个方面的啊 不可能 对吧 旗帜鲜明的站在某一个方面吧 虽然这是很多人想看到的啊 但是在那个位置上 其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啊 那么他要做的是既不妥协啊 又不能刺激 还要找到一个长远的啊 解决方案吧 那么目前啊 昨天的施政报告 其实给了一个解决的方案了 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有待观察吧 但我觉得他这个施政报告啊 还是 直击痛点的吧 那么下一个视频 再说他这个施政报告 那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 呃 结束了啊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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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